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一句古话叫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这是非常怕 到底会不会到三十年河西去 我们如果做的不好的话 河东走的三十年挺好 08年变成个河西之年 对 这是比较继续的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你想想看 其实有一个长远来看 中国的近代化是从1840年开始的 1840年到现在为止 30年是最长的一个繁荣时期 几乎每个 你看1840年以后 后面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以后 1911年开始把清王朝推翻了 1937年日本人打进来了 49年共和国建立 1966年文化大革命 你看这个基本上是 170年里面是没有一个30年 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其实这个道理 珍惜 其实现在真是难得的发展机 有这三十年 那么其实未来最好能够 还有再三十年的一个繁荣期 那中华民族的崛起就有了 而且最近就是说所谓民族品牌 大家聊的比较多了 就感觉到中国企业 是因为那个奶粉事件吗 对 因为你说三路的品牌怎么了 对 我也是因为 就是前段时间的那个 那个奶粉事件 就是看了些新闻 我觉得看的时候 你就特别会心生感慨啊 一个是觉得这么一个好端端的 比如我们都都希望维护一个民族企业怎么样 但是他偏偏的就这样倒掉 另外你看些新闻 就是我就说心生感慨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在这个出事前的 他不是说奶粉事件也是个911吗 9月11号爆发 可能就在7月还8月 我还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是三路刚刚获得这个改变中国 30年改变中国生活的一个品牌 就说因为他这个 是改变了 都结实了嘛 全民结实了 在结实之前 他就说因为提倡开始提倡喝奶 好像也有人从这个 整个中国人开始喝奶的这个历史上来讲 就是他也改变了一个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嘛 因为我们都原来不老说 为什么日本人以前都说比中国矮啊 比中国人平均身高都低很多 后来就归结他们一天说喝多少奶 所以这个不由于喝奶运动 有关系就日本人越长越高 对是平均身高增长了10厘米 所以这也是后来就有人分析说 这个牛奶行业的这个扩张和发展 也跟这个国民计划有关系 我这个不知道吴老师是不是 跟国民计划 他这个行业就是说任何一个行业处在一个 中国有一个这个现象是一定存在的 就是说他处在一个高速成长期的一个行业 他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汇出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 这是一个规律性的 对对规律性的 原来比他家电很好的时候 就家电不断的出事不断的出事 然后现在的奶粉 这个现在这个存奶行业 因为原来他的行业是配置奶 配置奶就不会出现 因为这奶粉调一些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东西 给你喝的也没营养 节节可而已 现在就出现 那如果不过现在我们讲水的问题 比如你讲的纯净水 它可能好很多 因为中国一定会变成矿泉水 但一旦做些矿泉水成为大家饮用的时候 一定会出问题 对 比如你果汁 全世界没有像中国这样的 你喝果汁是5%的配置 或者5%到15%的 就它的果汁含量 只有5到15 是吗 不是纯的什么 都没有 对没有纯果汁 那外国的 就我真不懂这个 外国的果汁是 5到15它是没有营养的 它唯一的让你解渴 它广告告诉你 它能有很大的营养 其实全部一点都没有 没有没有 就它在一旦变成 纯果汁饮料以后 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你讲到这个事 比如讲到前段时间 会员 被口口口的收购 对这是大事 对大事 那我据说现在 很多人讲民族品牌 讲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是 很难来这样来讲 这个 是吗 对 我听到的不都是 群起而公之吗 对啊 说咱们这个民族品牌 怎么能给羊鬼子 给买了去呢 不都是这么说 其实你想想看 那个口口的收会员的同时 印度人买了福特汽车的 下面一个公司 分散路虎的那个 那个SUV的那辆公司 我们在没有在美国 看到它要保护它的 民族品牌 它是现在整个 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你现在比如说 口口的收购了会员以后 其实大家问几个问题 就可以了 第一个 做了企业是为了 是为了卖掉的 你卖给口口的也是卖 你上市卖给股民也是卖 对不对 那么你创业人 你掏陷了 你的创业价值被得到体现了 第二呢 你的这个员工 纳入到一个跨国大公司的一个里面 你的这个工资啊 你的收益啊 得到保证了 第二 政府的纳税有了 然后对消费者来讲 它会不会可能形成垄断 它会不会反垄断法的问题 那你想想看 它这个果汁行业 怎么可能形成垄断呢 它的上游是果园的 它除非控制了全中国60%的苹果园 给它控制住了 我是听到反对派的就讲啊 说会被他们一统天下 一家独大 包括朱星李他说 他把企业卖给可口可 他干嘛 他就当果农去了 他很聪明 他去做上游去了 所以 所以他是不可能产生垄断 因为产生垄断以后 就会产生垄断价值嘛 比如说我们 我们手机会那么贵 因为被两家公司给垄断掉 就国有企业 它会产生垄断 这大的市场行业是不会产生垄断的 所以这就对老板有好处 第二我们再来讲一个 讲一个可能性的情况 比如说 我们我一直 我是非常直觉的担心 就是说 当中国真正的百分之百 或者百分之六八十到百分之一百的 纯果汁市场形成以后 一定会出现今天的三路事件 啊 你就说他这个产业扩张得太厉害 一定会有人会探东西 讲假故事给你听 但回过头来 你再想 如果会员被可口可乐收购了以后 可口可乐敢不敢讲假故事 他付出的代价是美元级的 再加上一个N的一个概念 对啊 他实实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中国企业这么爱讲假故事呢 他整个还处在一个发展 其实我认为他现在整个就是他的学费 他的这个代价付的不够大 我抢银行 被扎住了 房五百块钱 那我马上再转一家才去抢银行 你扎住你要关起来 对你要被枪毙掉 或者你要倾家荡产 那你就不敢这样子 造假成本太低 就不老师这个意思 那罚他倾家荡产可能就好了 其实现在这对中国来讲 今天咱们讲这些问题 对中国是一个进步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谈的 已经不是要大量生产的问题 我们要谈的是要生产好东西的问题 要讲讲真话的问题 升级 对他其实30年的关口 实际上是一个好的一个 对其实这话说回来 我这个就是奶粉事件 我我的感觉啊 这家伙你你能知道 这就是国家 对实在进步 实在进步 对实在进步 几十年前 对要是有这样的事 你连知道你都不知道 对 而且允许你公众来讨论 对吧 对大家眼睁睁的看你 司法怎么来处理这个事 对 再来看这个行业里的 大企业到小企业 你怎么样来付出代价 对 而且之前就是大家普遍有怀疑 就是说可能犯做做这种事情 不止三路一家 但他很快的就给大家一个 一个公布的一个结果 而且数据这么全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进步 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个也不 不是 我认为倒也不是说 咱们中国人特别的 人性特别差 民族性特别差 因为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为什么 全世界从美国英国到日本 都有过这个事情 全部都有作假的事情 是吗 就是在企业的发展历史上 对对对对 比在1940年代的时候 日本的读者文在登过一篇稿子 说什么呢 说一个人读者文在做调查 开了一百辆车 开到那个修车铺里去 跟他讲我这次破了 你要给我 我车子坏掉了 你要去 其实车子没有坏 97%的维修站 说你果然坏掉了 然后又会给你打出问题来 对就40年代的美国 就当年也是人性打大的坏了 对对对对 但后来他这个被 代价成本太高以后 慢慢大家就规矩了 讲品牌啊讲什么 60年代的时候 日本也出现过 日本出现过四级非常大的那种 比如说化工产品 对人的伤害啊 还有吃了造小孩子死亡啊 农民死亡啊 错过很多很多大的事情 但后来慢慢他就解决掉了 您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 一段一个代价 必须经过的一段路 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我们就变成了小白鼠的就是这样 对所以说 就不是就像王某老师说嘛 这中国之患在于患太急 就是多少事从来急 你太着急 咱们还是要用进步的角度来看 对我们还是要封武长衣 封眼亮 是吧 喝着点三具情安 不是说微量的也也也没事嘛 算给后来做贡献了 对对对为交学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么以你的标准 咱就说品牌 品牌说中国企业现在特别牛嘛 他究竟有没有 现在中国的这个品牌 你觉得达到了 就是国际先进企业的 这个这个大的这个品牌 这个意义上的标准呢 你要从你要从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个问题 那么比如说有些 我认为像联想啊 像海尔啊 这些公司 他的产品应该是达到了 这样的一个一个标准 其实蒙牛伊利 这次出事情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本来就是说他也能够这么一个标准 对对对 他在中国你看 这个因为是被中国本土公司 占领了的一个行业 对 其实也不是个好事 就那个行业里面最好你是 比如说有些跨公司在里面 有些本土公司在里面 这样他有竞争性的 但是这就是奶粉事件 我也看到一种说法 就比如说他就说这个 银儿叫配方奶啊 就是我们现在孩子经常喝的那个 就我们说大部分都是 还喝进口奶粉 对啊 就把你逼成进口奶 你看这是22个里面 我看了只有一家是 你知道我刚才讲个小差距 就是今年夏天 我们还是买那个进口奶 因为回回了一趟那个老家嘛 然后还要买那个牌子 父母就很很生气 说你们至于这样嘛 好像挂孩子啊 非要买那个进口奶粉 那人家那个买不起的 农村孩子人就不活了 还批评我们 我们也在这个反省啊 是不是太浇灌自己了 然后这个事情出来 好像父母觉得 欠批评我们批评错了 但反过来讲 就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婴儿奶粉 实际上这个大部分市场份额 还是 还是这个 外国的品牌 所以就国内的是 占据就是 稍微低端一点的 是这样的一个 中低端市场嘛 高端的都是被 但是这个事件之后 是不是等于这个中低端的 也都会 就等于是这个 都都都丧失了 这个阵地了 现在是没那种情况 这家伙外国奶粉 不是说成熙而入了吗 成熙涨价啊 你现在就中产阶级以上 从这个9月14号以后 中产阶级以上 可能都就不敢喝 知道了相当长时间内 你不敢喝过产奶粉吗 就是啊 那你要穷人家的呢 对啊 那他又买不起 一个奶粉 就是小孩如果那个什么的话 一个月可以一千块钱 这个中国是 中国的消费者 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很酸易遗忘 这个事 好伤疤忘了 对对对 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嘛 什么都不算个事 是吧 马上会有比这个更糟糕的 一些另外一个事会发生 假如要让你出主意的话 他这个奶的这个行业 他现在他能扭转吗 我的感觉一两年 这玩意儿信心也恢复不起来 不会三个月就会恢复掉 这么乐观 因为你跨国公司 他的这个价格比较高 另外他主要集中在一种大中城市 所以他要能够迅速 迅速到一个中二级 或者三级城市 他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 或者他也不愿意 他的营销网络 他做生意的方式和咱们不太一样 反正中国人比较会往下面深耕 打这个农村包围城市 打这一场 所以他没有那么两年三年 那就从非大家都不喝牛奶了 人家都吃牛奶 他三个月后就会忘记 可能我们在想象 就是另外一些国产品牌 现在赶紧很兴奋 赶紧站在市场 这个事情其实是有 会有一个好的东西 就是他可能是个 对这个行业来 是个很冷的冬天 然后那些小企业就会被浮光 那这是个好事还是坏事 是个好事 是个好事 就慢慢他会被几个大的企业 所控制住 你觉得现在你像你说的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照你看来 在这个三十年的转折点上 中国这个民族品牌 表现出什么趋势呢 比如这逐渐趋向整合 大集团 还是说大企业 走向大企业 对 他其实未来 他是个企业 包括你讲的是 咱们还讲的是工业企业 其实包括商业企业 他也需要有品牌 你各位想 如果你在沃尔玛买个假东西 沃尔玛也会被成为值得的对象 但我们现在如果到 到华润去买个假东西 你不会骂华润 你会骂山路 就是他整个一个产业链的 这个品牌体系 都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 而且08年来看 你看现在 中国现在经济面临 很大的一个问题 全球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 美国滑坡 日本滞销 欧美的欧元区也是出问题 所以全是全中国进学 都知道未来中国要大发展 一定要内需 就你要启动内需市场 要启动 那现在大家想到的 还是房地产 那除了房地产以外 你还是要把各种各样的商品 食品 家电 能够让老百姓多多的一个消费 所以未来08年以后 一定是一个针对内需市场的 一个繁荣期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做品牌 你像他们说的 说这30年中国这个企业 有没有表现出 说是一开始是什么粗放型 劳动力集中型 说是巨人讲故事嘛 就是以后发展就越来越高科技了 越来越怎么怎么着 高价值了 可是实际上 眼前我看着 好像还是打群架 就是还是以多为胜 劳动力密集 好像还是这么一个状况 劳动力密集还是劳动力 未来十年之内 中国所谓人口红利嘛 他还是要靠劳动力 还是要靠人多的 对靠人多 所以就像那天 这个不是坏事 怎么不是坏事呢 成本低 成本低啊 我们的商品有竞争力啊 解决了就业 对解决了就业 很多就业问题 但是你像说 最近不是有一个人吗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打工的你听说了吗 卧底就是为了为了告一个那个厂家呀 他就是说我卧底当民工 然后呢跟个间谍似的把那个打卡的那个都都记下来 就是你让我超时加班超时工作收入不公 没有按照劳动这个条例办事 是那个什么职业吗 九龙职业吗 是那个首富吗 九龙职业是香港那批大学生去做的调查 就是我就想到什么呢 就是他会认为你你现在很多人这个以多为胜啊 说是就该怎么说很 就是怎么理解他 很难理解 像有些人就说 说你不知道中国人这个才吃饱饭没几年呢 他现在能有个工作 你你难道让他回农村吗 这个这是很好的了 可是另一方面所谓先进价值观或者是什么 又会觉得你还是在盘剥穷人呢 还是你的这个价值商品价值还是在建立在 这个好像没有给人家合理的待遇 这个基础之上的 这个没有没有你讲的那么严重 那你你你讲讲你的看法 因为你按马克思来讲 他一定胜于价值嘛 就是你做企业 你就是一定要合法纳税 善待员工 自己能够产生胜于价值 然后生产老百姓消费者喜欢的商品 这个一定是这个过程的 这个应该是没有你讲的就是盘剥啊 因为剥削这个词其实是意识形态的一个词 对 如果你如果你认为加班不给钱 就算不给钱 那你可以走人啊 你可以到隔壁工厂去啊 如果你这个工厂一直是这样搞的话 你活不下去啊 就他一定是有一个平均劳 平均工资值在那里面嘛 因为你不是被绑定的嘛 对 所以这个感觉这招 剥削这个词是不存在的 不留言最有留言过 上一个世纪的 没有那么 我觉得中国现在 没有那么阶级对立 商业状况或者这个工业环境 没有那么恶劣 恶劣 没有那么 是吗 就是说你 你总体你对中国的企业的未来 还是看好 对啊 我未来 我认为未来在十年之内 甚至在二十年之内 总共还是 只要我们不要犯太大的一些错误的话 中国经济还是保持一个 持续向上的一个发展 就是说这个企业也会越来越规范 对越来越靠谱 对越来越靠谱 是的 是这样的 行 乐见其成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咱们这个女嘉宾呢 她就对这个企业家比较感兴趣 是吗 我觉得现在不是老是提这个三十年 虽然我们一说就是一代而过这个三十年 但是你仔细想 其实是一个足够观察 足够观察一个国家历史 一个社会 一个发展史的 所以刚才就讲到三十年的时候 可能对我来说 我对人物比较感兴趣 我就脑袋突然想起很多人来 我们小时候学习的什么 你们造纸厂的是吧 马生利 是你们造纸厂 对 我们时时装的 所以我们时时装 出人的马生利 还有一个满负荷工作法 对 张星让 张星让 那她的厂就在我们家旁边 所以我就说这个专家 我觉得三十年已经足够一个阶段 来做一个观察 做一个总结了 比如我想起来什么 傻子瓜子 年光酒 不新生 不新生是干什么的 不新生是海盐蹭山总场 对 他是第一个集体企业里面 敢与开除员工的 不新生是第一个 对是不新生 现在想起来都好像 微不足道 这些事情 但当时来说绝对是 那个时候 一个岗位是我退休了 我可以 叫铁饭碗 对 铁饭碗可以继承给我的小孩 可以接班的 你把我开除了 等于你断我家庚来 拿了锄头要去造反的 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 对对对对 我这个时候找回点 那个记忆 对 那个时候 大家的 所以这大家的观念 好像还是什么大锅饭 对对 你看看 比较早的 像年光酒这样 就是它是个文盲 我见它是 我说你帮我签个名 咱们讲的 现在的酒 不都是永久的酒吗 他给我签名 年光酒 那个酒还是 56789的酒 他会写五个字 叫年光酒同意 别的字都不会写 这是中国最早的改革人物 他为什么成为改革人物呢 就一件事 他说 雇用工人啊 就七个人以下 叫资本家 七个人以下呢 叫做这个合作 合作工 合作社 七下八上 八个人以下 参资本家 所以你控制在七个以下 是吗 对啊 就是你 他供工了十几个人嘛 就是一个 直接会写五个字的文盲 在中国第一次 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个成为了资本家 但是这些人 后来下落怎么样了 好像都不知道了 年光酒好像还在做 我看有些人 他的傻子挂子 还在做 他挺不容易的 你看你回过他 我去去乌湖去采访他 看到买点乌湖什么 乌湖特产 傻子挂子 改革开放三十年 任何一个商品 成为一个地方土特产的 你心想还有什么 就是一个傻子挂子 现在还坚挺呢 还在呢 还在呢 老爷子天天还在洗澡 喜欢泡澡 喜欢泡澡 还有一些进了监狱了 凤雲人物 还进了监狱 木齐中 木齐中 余作明是自杀了 像储石剑 现在在山上种果园 除非出狱了 储石剑 对对对 他在埃劳山上 但也有一些活到现在也不错 比如说像浙江 还有一个叫鲁冠球 鲁冠球 对对对 鲁冠球明年 他就干四十年了 他是六九年就创业了 那四十年了 还有一些像 吴仁宝啊 鲁冠球啊 广东的美帝的 和响剑啊 这些都快四十年了 二十多年了 还有一波 就是1984年 很多企业家 像张瑞铭 柳橙志啊 王石啊 这一波都是八四年的 这算是 这算最新一代 第二代了 第二代了 对 再然后的话 就是九一九二年的时候 有一批 像现在坟仁啊 像当年有批 九二南巡讲话以后 有一批官员下海 一批官员下海 海南那边 到海南去淘金 淘金的 潘石屹就那时候发起来了 这三代 他也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 他们基本上都算是一代人 就是第一 他们都是无产阶级 就出来是什么也没有 第二呢 他们都没有受过商业的训练 商业的一个 足够的训练 对 商业足够训练 他们都 其实还有第四代 就是互联网那一代 哦 IG新贵 对 前面那代人 其实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问题 就是说 他们一开始都是为了求生存 所以他们是那种 短缺时代的一个产物 第二个呢 他们在产权上 都是有问题的 很多 就是那个余敏红 那个新东方部也是好的 那个产权啊 他那部分分了好长时间 是吧 像柳川志啊 还有一些很多出局的人 那个王雪吧 我记得 是不是叫王雪 王雪方正 对 那今天的产权就没问题了吗 互联网那一代应该是没有问题 一开始就写得很清楚啊 对 但是你比如说一开头 他们就像有些人舍进去了 有些人好像还是成功的 对 对吧 但是到他们那个时候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 就是你 就是说你活着下来 你看那帮企业家都是帮 我讲过一个玩笑 就是都是帮老乌龟 老乌龟 对 看来我碰到鲁冠球 他跟我讲说 我很生气 有人说我是忍者神龟 后来我跟他讲 这是日本挺好的一个名词 是个好名词啊 怎么讲 怎么理解呢 就是 就是不断的 不断的忍啊 就不断的能够妥协 学忠庸 人家打你能够一脚能够踩不死 都是这样 因为他都疯疯于你过来 而且最早他们好像呢 就是受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 但是现在是到了什么呢 他一定要让他的儿子 对 到美国去 对对对 去留学去接班 对对对 所以那一波企业家 就是比如说 25年以上的波企业 真的都是很不容易的 他的学历都很低 那个中国最早做企业的那波人 基本上都是农民 退役军人 考不上大学的 监狱里放出来的 你说这个 商场里买卖甲鱼的 基本上就这一波人 我想那个 那个什么叫什么 叫什么不走勋场 美特斯邦的 我像刚刚采访的老总 他就是破产了 不是 就是一个穷裁风 那是一个穷裁风 现在언�sis 我听说 我看都不说 我听说 你识听说